另外一个姐妹也是 要退休 他老板说不要退休好不好 这样子 我的公司一半算你 你跟我做partner 我这个公司算一半是给你的 我不要管了 以后就全部交给你 赞 什么叫卓越 这个就叫卓越 祝福我的弟兄弟们 每一个人 你的老板都要看到你说 乖乖 你这个人比我厉害 乖乖 公司交给你很忠诚 你不会把我吃掉 乖乖 你真好 有你你会祝福我 如同雅各嘛 那个拉班那么坏的一个老板 批评改他的工价 批评改他的工价 而且一改改十次 这是有够恶 你们看到 几乎每个月就在捡薪水 捡薪水 捡薪水 但是他就一直帮这老板赚钱 所以到最后 这个拉班就跟他讲说 他我看准了 上帝因为你祝福我 但是这个人 却不知道疼习雅各 你懂我的意思吗 继续压榨他 把他当作是一个 一个赚钱的工具 如此而已 我告诉你 做老板不可以做拉班 我们中间有做老板的 记住你要做到一个地步 爱你的员工 让你的员工觉得真好 你有钱的时候 不是都你赚 除了给他薪水以外 能不能多给点 bonus可不可以啊 莫地盖一个小人物 他名字就是小人物 微小的人物的意思 鱼主同心 结果改变了 以色列民族的命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鱼主同心 从一渔夫变成了使徒 他从空船 一夜打不到鱼 跟着上帝 就打到了两船的鱼 满船的鱼 他跟随上帝走 居然走在风浪的上头 了不起啊 谁曾经走过风浪 只有他 下车